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义军胖是有理由的 所以 你的胖也是有理由的 就吃多了吗 是是是 比玩的开心吃多了 但是你的肚里比我有内容 我吃一肚子是什么 但是我们就要说说生育问题 是吗 其实我想先给你们看几张照片 来咱们俩看看 这个话题我们谈过 可能有些人认为 为什么还要再谈 这个动卵 未婚卵没用 结婚没卵用 然后这是一个话题 然后你再看下边 零下瞬间196度 就这大家看到这种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就像做酱油的 我怎么觉得像那个酒坛的 酿那女儿红似的 然后你再看 好 这是个这个义军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女摇滚歌手 54岁 那个怀孕 然后她生了个女儿 她就是动卵 她自己没有说是动还是没动 但到54岁 你肯定是要借助别的这个手段 至少她怀孕是打了很多很多的磁激素 那而且她是这个女孩是没有 她没有找爸爸 是就是金子库这样子 她自己做单身母亲 就是她54岁 还能生得出来 而且悍然就是用自己的肚子来怀 而且这不是人类最高纪录 最高纪录是70岁 在印度有一些夫妇 印度一老太 都绝经了吧 你这是怎么弄的 印度 印度人家道法自然吧 人家肯定的农村也没什么条件给你打针 那不可能 我觉得70岁不打针能生出来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转给印度了 也可能 没错 这个称号 反正他们人口就要超过我们了 对 最近还有很多很多人要求自杀 什么意思 他们要从总统批准他们自杀 几万个农民 作为一种抗议手段 但是是真的 印度农村自杀成风 还专门拍了片子 好几个地方 他们就是不公平 增走了土地 他们没法活 然后他们就要求总统批准他们 具体自杀 当然这个给政府施加压力 但这种压力的方式 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所以你看 真是这个世界很多元 有的要死 有的要生 有的要等等再生 这世界不都是这样吗 萧鸿的小说的概括 生死场 生死场 这三句话总结了 人类历史 最近据说是把它改成话剧 非常红 生死场 这个萧鸿也挺能生的 是吧 生一个留一个 好像也是不太顺利 生出来了 我一直怀疑那个电影里面 没说清楚 生出来了 但有一个第二天就死了 大家都没说清楚 我怀疑是不是他自己 第一个是到 到 到 就是怎么来说 就是 这种叫什么 就是给人家 对 你说萧鸿那个时候 穷的真是叮当响 母亲都快饿死了 大着肚子还是要生 等到这个萧君来救他 对吧 萧鸿最大的奇迹 还不是神 萧鸿最大的奇迹 是他两次大了肚子 跟人家恋爱 对 而恋爱 这个小孩都是别人的 我两次都是 对啊 所以我经常就是想 要是这个 萧鸿就是当年的 徐静雷的话 这个事就容易多了 对吧 徐静雷可以跟人恋爱 然后不用大着肚子 对不对 然后可以动一个卵 寄希望于未来 就不会带着 大着肚子多大的负担呢 而应付这个战乱的 这种环境 那话也可以倒过来说 要是有萧鸿的魅力 有萧鸿的勇气 徐静雷也不必这样做了 徐静雷没有这样的魅力和勇气吗 他是多了选择 徐静雷是多了选择 对吧 人家可以选择 我生还是不生 他那个时候 我估计他 我就是觉得是 避免知识比较大 对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谈过这个 动卵的这个事 我们还要再谈呢 因为我的导师 李银河说话了 李银河 要不说一首 说跟你说动一关吗 没有 不是 我跟你说 徐静雷都得向我致敬呢 你问那个 咱们原来的那个主编 你就知道啊 徐静雷告诉我 他动卵之前两年 我就已经劝身边的闺蜜们 动一管了 我这个前卫的这个思想意识 但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很可能是犯了错误 为什么呢 我以前也说过 在美国那个Facebook 还有什么 那个谷歌公司 就是他们很发达嘛 对吧 两万美元 他们给女员工钱去动 对吧 两万美元 可以让女员工 你跟人家这公司 代表了先进的文化 但是人家说 这可能就是给了一个 特别错误的信号 就是这个女员工 他有可能本来是自然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想想我就生了 而且是特别自然的 特别健康的就生了 你告诉他 我现在可以给你动着 人家就 当一个福利了 想我这个福利不用我就亏了 所以就再说吧 结果当那时候再说 也可能是吃了 其实你自己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 人家没有强制啊 人家这是给你的福利啊 但是给了你这个选择以后 可能你就 有时候 照你那意思 都得学徐静雷 自个儿有钱了才能动 穷的女人就不能动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说动这件事情本身 我觉得他是给了多的权利 但是也可能给了你 一个错误的信号 就是说我之前可以不用管他 完全不理这个自然反射 而且你仔细看 我也看了你们上次那个节目 后来我也看 就网上查了一下 实际的过程挺痛苦的 很麻烦的 而且成功的 机会也不是很高的 对 所以呢 在这个徐静雷真的动了之后 其实我现在反而又翻回头来 劝他们要慎重考虑 就是而且我后来看见魏纪委 毕竟也发出了号召 说是我发现我们国家呀 其实在这个性道德这方面呢 还是倾向于啊 这个怎么说呢 一种糊涂的保守的 就是别说清楚 但大体啊就是说 没结婚不要生孩子 这还是某种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所以我认为我的导师 当然李银河我没拜过诗啊 我说李银河女士 她发表了一篇文章 她这篇文章我认为 为什么我们可以直接再谈呢 动卵没什么可聊的了 而是说啊 她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单身女性有没有生育权 这个啊还结合了另一件事情 就是女人没结婚 能不能生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把这个话题啊 推进了一步 你知道这里边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李银河的建议就是说 这里边跟我们的传统思想有关 更跟计划生育的政策有关 我们计划生育的政策 你知道它里边讲到了一件事 2002年 原来吉林人大常委会 也挺前卫的 投票反正经过很激烈的争论 就是在这个认可 就是说啊 但是要求你这个女的 除非你是做好了慎重的决定 终身不婚 做了这个决定 当时有两个大学 誓院单身的女老师 听说是非常激烈 就是说 那么这个通过的这个议案 就是说 如果你啊 誓院不婚 那么你这个单身的女人呢 可以借助生殖辅助技术的帮助 但是呢 到了第二年 这个好像中国的这个卫纪委啊 还是什么的 就等于全国性的证事发出来 就说 单身女性还是不行 单身女性除非你有什么疾病 否则还是不行 你必须 就是你动了你的卵子 将来你要用的时候 你也必须拿结婚证 什么准生证 什么那几证 你才能用这个卵子 他理由呢 还是控制人口 还是什么呢 就说不清楚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第一啊 我觉得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特别好 就是我们看到了 对于少数人的权利 那你不得不承认 就是单身妈妈 还是少数群体嘛 你要你自己懂 对于少数人的权利的 这种讨论和关注 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第二一个呢 我就说 哎呀 我特别同意这个 李莹和老师说的 就是说 每一个女人 她都有权利去生育 但我觉得关键词是在于 你要知道这是个权利 不是个义务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以为你到了那个时候 你不生就是好像很遗憾 你必须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说受教育是一个权利 我同时也会觉得它是个 就它是一个这个义务 你不愿受这个受教育 踢你也要去 就是感觉是那个女孩子 但生不生孩子这件事情 我觉得真的 我们宁可把它当作一个权利 一个选择放在那里 不要以为你到了那个时候 因为有这个技术了 我一定要去试一试 我真的不会觉得是这样子 道理是对的 可是人家现在看到你怀着第二胎 说这样的话 我正是一个 怀着说话不要疼 怀着说话不要疼 这个话题很认真的讨论过 我小孩一百天的时候 我开一个party 上海很多作家朋友来 王安逸来 我们就很认真的 你知道王安逸到后来 一直没生小孩 他们就是主动的放弃 夫妻就一直这样 我的周围的作家朋友 学者朋友 很多是这样的 就是一对夫妻 他们就一直 就是或者是以学术为事业 或者是由于其他的原因 他们就 结果我们就讲起人 要不要小孩的问题 就万一讲了一句 悖论的话 就是这个很吊辑 你说这个话的人 自己有了小孩了 所以人家不一定有小孩 没说服力 但正是因为走过来了 不对不对 正好相反 正是因为走过来了 才有说服力 我觉得你如果你现在 就是你要让我选 说第一 我刚刚说像 那个意大利 那个女摇滚歌手 他为什么那么大年纪 他愿意生呢 首先他那个整个的环境 可能是比较宽松的 你一个单亲妈妈 人家不会特别异样的看你 第二他本来就是 我估计他经济还可以 或者是说 他就是一个 标心利益的一个人物 对吧 我就不在意 但是有几个人能够做到的 不是 我认为你有一个问题 我从你这个话里 听出了某种 过去在新华社工作的人 我国宣传工作者 我还没说完呢 你听我说 一种思维定势 这种思维定势 我国前文化部长 王猛先生曾经指出过 我觉得这个存在于 很多中国的 这个所谓公知 或者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的心中 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 就是这个话 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就是他老认为 我们要今天在枪枪三人行里 说这事好 那就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那很多人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要这么做 但是实际上 这是一种想象 不会的 你比如说像动一个卵 这是提供 这不是提一个信号 这是科技提供一个可能性 我跟你说 你就是告诉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单身女性 动卵是合法的 也没有几个人会 我相信人口的大多数 也不会去 所以你不用那么 我觉得不用那么 起人忧天 觉得 这就是发出了一个 我觉得事实上 哪个女人 还是按照她个人情况 就是说 我做还是不做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而且我就说过来人会 不是 生过我才知道 却太累了 就是说 如果你让我有这个选择 说没有爸 我才不生呢 这多累啊 没有人跟我分担 我干嘛做这个事情 一边马上怀第二胎 可是有啥说服力 我说如果没有人跟你分担 就别傻了 就是很累的 徐老师不能再说了 要不然将来孩子出来 一见你就 强强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这个李银河导师说了 他说 其实咱们国家的法律 从来没有否定过 未婚妇女的生育权利 你看啊 人口和计划生育法 十七条规定 公民有生育的权利 也有依法实行 计划生育的义务 单身女性是公民吧 所以单身女性 有生育的权利吧 只不过他跟计划生育 不是发生矛盾了吗 所以呢 李老师他的建议啊 我倒觉得也挺务实 他是说呀 我们现在规定是 每对夫妻 你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对不对 他认为这个法律 应该修改成 每个女人 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不管你是结了婚 还是未婚 对了吧 那他要是再婚呢 就不能再生了 对 每个女人只能生育一个 按他的逻辑是这样 他就是说 把这责任放在女的身上 这样 不是 你要不就是有人担心嘛 你过去是两个有一个 现在你要给了单身女性生育权 那就意味着每人一个 这数就没法控制了 我想这个道理后面啊 是有大道理小道理的 人权 宪法规定 每个女性 有生孩子的权利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道理 那么在一定的社会阶段 我们国家因为特别的原因 社会发展什么样 我们有个计划生育的政策 这个应该低于前面那个大道理 它算一个中道理 对不对 所以呢 计划生育东西是会改变的 你看人可以有生育 这个不会改变的 对不对 这个是从古至今 一直有这么一个权利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合 那个讲的是完全对的 完全同意的 我只是想 现在是所以不允许 是为了计划生育的原因 是不是 但现在计划生育政策 本来就在改 我觉得它里面还是一个前提 是结不结婚的问题 不是计划生育的问题 不是 就是说会不到的 是个意思 因为你其实规定 一个女人只能生一个的话 其实还限制了她呢 那人家 她是这样 你比如说在遥远的这个 80年代 照李银河的这个统计 那个时候婚外性行为 那是要受到刑罚处罚的 就是为数极少 极其个别 但是到了今天的社会 很不一样了 它占有一个 你不可忽视的比例了 婚外性行为 包括要叫我说 这韩寒不还在微博里 替这个女性发声吗 就是说这个 想要个孩子 就是不想跟男人结婚 不行吗 自己的卵子 自己不能用了吗 生育必须要找个男人 结婚捆绑吗 连我这个直男癌 都看不下去了 但是你别说 他这个直男癌呢 我一下子就联想到 这里边还关系到 中国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结婚的女人生孩子 有很多 也不叫有很多 有少数的男人 他有不止一个女人 为他生了孩子 那么实际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我不知道是不是宪法 反正有法律规定 婚生子女和 非婚生子女 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 对吧 这是法律给予的人权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在我们的具体的操作层面上 这个非婚生子女 他在报户口 在上学 在很多方面 都不能享有这个 郑姑娘娘生的孩子 我听完 原来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以后 你们最不爱用的那个字 就是小三的小孩 也是可以是 跟那个大 叫什么 证实的是一样的 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怎么理解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呢 我顺便说一句 你刚刚用的郑姑娘娘 那个词特别好 是什么呢 你们以前不是说吗 就是小三这个词 是有歧视的 不好用 后来我有一次听到 有一个外国电台 他就翻译说 中国这个小三 到底该怎么翻译 后来他们特别精准地 用了那个英文 翻译过来是 嫔妃的意思 嫔妃 是Concubi 就是说 就是妾的意思 对了 不还是 我觉得就特别精道地说出 为什么有的 就是中国男人 会有几个女人呢 他就是一种帝王的心理嘛 所以他有几个 其实这个里面 是这种心态 那些是我的嫔妃 他是这个心态 我认为他这个翻译啊 也犯了一棍子 打死一船人的错误 因为他里边情况特别多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你不要以为 这就是中国这事 太有意思了 都指你千万不要以为 所谓的小三 都是这个找有钱有势的男人 在统计上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只有少数的统计上 是因为就是男女 经济差别特别大 找的这种三妻四妾啊 大部分的这种第三者啊 都是近似的收入阶层 和和这个身份地位 就也比如说 就说一个厨师 一个厨子 或者一个打工仔 经常有几个女朋友 给他生孩子 不是因为他有钱 你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这就是民间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像这个李银河 和这个韩寒 其实他们说的 我觉得虽然是同一件事 但是两个点的意思 我觉得韩寒说的 更是公民权利的意思 他就是说 不管是男是女 对吧 我自己的身体 我就我自己用 怎么怎么样 我有这个权利 而李银河老师 好像说的是那种 就不管是哪一种 性关系下产生的这个结果 我们都要给予他 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 是吧 你觉得是不是这个意思 徐老师 你觉得一个社会 他要不要搞这么一种定约 就是说啊 结了婚才能生孩子 这好像是荒谬的 从道理上来讲荒谬的 现在韩寒他们用的是 徐静雷他们是用的 现在西方的这个 就比较新的这样的一种 大家经济独立 男女自己追求 而且女权主义 对不对 不要结婚 可是问题的复杂 就是中国的现实呢 就会出现像你刚才那样的 我刚才想到的 第一个是中学生 很多女中学生就生孩子了 而且你也 她 不光是中国 那在美国太多了 对 在美国太多是一个社会问题 那中国现在 至少家里和学校 什么地方都可以说她非法 但是一旦你们刚才讲一个女人能生一个孩子 定言有法定言有法 她18岁就把这个名额用掉了 你也没办法 而且你刚才还讲的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你刚才 那很多地方 那一个屠夫也可以有三十个女的 他们每个女的帮她生一个 我想这些问题不应该倒过来 制约一个最基本的这个道理 还是有大道理 中道理 小道理 下面小道理出现的问题 你要用其他的法规 各种各样道德法律来限制 而不应该推到最后就是说 因此你必须要结婚才能生孩子 我觉得这个在人权上有点讲不通 这个李银河他们老喜欢 对婚姻有点太传统关系 这个李银河他们老喜欢引经据典 一个人叫福科 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这个福科的理论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 但是呢 你用他的理论去分析一些事啊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你看福科基本上认为有一种东西 叫看不见的权利 这个权利也闹不清是个什么主体啊 他说但是你能 你在这件事里 你就可以感觉到 你看我们可以感觉到 从内地到香港 我都能感觉到 就是说有一种权利 这种权利就是啊 认为这个结婚是社会管理 两口子结了婚才能生孩子 这个对这个这个意志 对社会和国家最有利 潜在的 他在一切法规方面 你比如举个例子 在香港 你知道吗 结了婚就可以免税 结了婚生孩子 也可以减免税 就是整个这个法律的设计啊 它是歧视那些个单身人士 好像正是 你个单身妈妈呀 你付的代价就要比 结了婚的这个妈妈 付的代价大得多 你从某种绝对人权上讲 是歧视的 是不平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福科讲的这种 那背后那个权利 它是谁的这个阴暗的影子 是吗 但福科自己是男同性恋 对 他是段子结孙 他在法国的巴黎大学演讲的时候 几百上千人风靡这个听他的学术演讲 但是讲完以后 他一离开教室 他也不帮人家签名 就有一个男的 传了一声的这种叮叮当当铁器的那种皮夹克 摩托车 把他一上侧 开走了 他们全都带掉了 那么多福科的谜 当然我这样一个小插曲 不代表福科的理论不好 福科理论非常好 对 可是他说的这个权利 我觉得你 就是这种权利 其实已经内化到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这个观念了 就说 你包括我最近在香港 我就遇到 就有个女孩子 她是跟一个外国人在谈恋爱 这事很刺激 广告之后 好好讲讲 枪枪三任型广告之后见 我说这事根本就不刺激 没有了 就是一个香港女孩子 跟一个外国人 他们俩就谈恋爱 已经十年了 然后呢 现在呢 就是说也想要孩子 那么这个外国人就说 我可以不结婚 我们就可以要孩子的 我的就是经济能力各方面 而且我也很爱你 这没问题 这个但是 这个香港女孩子坚持就是不行 就她其实是一个很西化的人了 但是她觉得在香港不行 我一定要结婚 而且你知道吗 香港其实有一个 特别被忽视的问题 就是说 香港的未婚妈妈 其实也蛮多的 但是香港没有一个组织 来帮他们 结果是外国人 搞了一个组织 来帮他们去收养 就那些女孩子 当他们就是这个怀孕以后 在家里面 有的时候是待不下去的 就是她的爸爸妈妈 会把她打出门的 就特别的不能容忍 就是香港社会 其实这个方面的 这种不叫这个封建意识 保守的这个意识 是相当之浓重 比内地还保守 所以你说这种 就是看不见的权利 其实是内化到每一个人的 而且但是另外 但是有一些实际的东西 就像吉林人大 2002年的时候 就最后投票之前 发生的激烈的争论 这个义军可以发表意见 你有体会 就是因为很多人 在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说现在有些单身女性 觉得可以不要男的 我要个孩子 孩子可不可以没有父亲 就是这个对孩子 是不是公平的 我看到过一个 就是说大家都有一个误区 就是包括结了婚的 就说这爸就把孩子 丢给妈就养就算了 特别是当他小的时候 那不就是什么 活化尿片 那个吃点奶 就丢给妈妈 然后爸爸去赚钱去了 或者怎么样 但他们说啊 这个小孩子 如果没有爸爸的爱 就是没有爸爸经常陪伴他 他会没有那个自信心 就有爸的孩子 有父爱的孩子 特别的心里 会特别的健康 所以这个林和提出来的这一条 就是说以后按女的算 就是说每个女的 能生育一个孩子 我不用得嗅到一点 那个母系氏族社会的那种味道 就是只知其母 那就跟妈姓了 不知其父 干脆跟妈姓算了 那犹太人就是这样子 他们为什么几千年 这个大刘善能下来 对 照你的意思 那母系氏族的时候 这孩子也没父亲 怎么这么健康 一直繁衍到咱们今天 他是有好多爸爸 对 不是 只有娘 只有舅舅 只有舅舅 这就是母系氏族 他跟着妈 你总得有个男的 一起跟他玩就是了 就是说你让他觉得 是这个双性是平衡 对对对 他也搞不清楚 你只要你有个舅舅 陪他玩也行 徐老师你觉得父亲 是必要的吗 那个鲁迅 当然最好一个 最好一个 我想起来 忽然我想起 就您最爱的鲁迅说的 他就说如果是有慈母 是很幸运的 他说但生儿慈母 会成为更勇猛 更无挂爱的男儿 他当时就觉得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我的理解 他觉得中国的传统太深了 他把中国的传统的 所有的这些东西 视为是一种母性的这个 就一种枷锁 就中国 他是以个人来说 这个小孩如果生出来 就没有妈来管他 他更无挂爱 更勇猛 他其实讲的就是说 如果我们中国 就是没有那些传统的东西 我们也更勇猛 还是这意思 不是相反啊 我好像做一个 一个小节目 叫那名士风流啊 我看到好多名人啊 包括文化艺术界的很多 他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没有父亲 就是孤儿寡母 所以给我一个错觉 我觉得这玩意出人才 就是你看奥巴马 奥巴马算不上这个 就是 他有爸呀 但是比较早离开 就是孩子从小 只是跟这个寡母长大 这在我研究的 这个现代文学界呢 特别的明显 特别明显 鲁迅啊 鲁迅啊 约大夫啊 郭沫若啊 什么矛盾啊 胡适啊 我统计了一下 中国现代作家的父亲啊 基本上就是在他 从二岁 两岁到十二岁之间 都死掉了 老舍是死得最早的 那个老舍的父亲 是八国联军 进城的就死了 对 所以我跟他们同学说 我说你们听管听啊 回家不要看着 你的老爸说 还有最著名的 我这个天才还没 还有最著名的孟子 孟子 还有海瑞 最后不让他跟老婆同床啊 这是必要条件和 听说海瑞 听说海瑞 他娘逼着他 把他 谢